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网购彩票 最近这段时间呢 俄罗斯世界杯的赛场上 那真是风云变幻 而在网络上 这足球彩票呢 也是风起云涌 不少球迷在微博微信里 晒出了网购到的足球彩票 还有一些人呢 因为买彩票损失惨重 然后细襟附体 不断上演什么上天台的戏码 那是相当的热闹 您知道吗 其实啊 球迷在网上买的这个足球彩票 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假的 说起来啊 早在2015年 财政部等部委 就联合下发了通知 禁止一切互联网彩票的销售行为 但是最近呢 有记者调查发现 有多款销售足球彩票的APP 登上了网络热搜榜 记者尝试的也买了一些 过程也很顺利 对于网络禁止销售彩票的规定 这些APP他就回应 说我们只是受委托代买 并非是售卖 对此相关部门表示 一切网络平台 包括APP销售的彩票 那都是非法的 不受法律保护 建议啊 消费者不要购买 另外呢 如果发现有网络平台售卖彩票 应该及时反映给当地的工商部门 公安部门 那么为什么这些网络平台 敢冒险卖彩票呢 还是那两个字啊 利益啊 博彩公司通过网络销售彩票 成本非常低 经营的也没什么风险 这个平台被封了啊 就换下一家平台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 他都能赚个盆满钵满 目前 有关部门 已经对销售彩票的网络平台 进行了集中整治 几乎所有销售彩票的网页 都变成了灰色 显示正在升级维护 至于球迷 在这些平台上购买到的彩票 对不起 可能作废 当然了 如果有哪位朋友 想批一批运气 在网上购买足球彩票 还是有一个正规的购买渠道 那就是中国题材官方网站 不过呀 警方提醒啊 博彩超过一定的限度 就变成赌博 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所以呢 耳耳娱乐一下是可以 千万别参与非法赌球 否则 害人 也害己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呢 农民丰收节 说从今年开始 我国将把每年的秋分 设立为农民丰收节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说 我搞了一辈子的杂交水稻 就是为了农民丰收 现在呢 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丰收节日 那真是让人高兴 说起来哈 我国很多地方啊 都有庆祝丰收的节日啊 你比如秋收节 旺国节 火把节等等 但在国家层面 缺少这么一个 大家共同参与的丰收节日 古人说得好啊 农 天下是大本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耕文化是渊源流长 然后在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的过程中 大家呀 对农耕文化的记忆呢 都在慢慢的淡去 对农村的认识呢 也在渐渐的虚化 设立这么一个农民丰收节 不仅可以展示 我国农业的发展进步 让全社会更加关注三农问题 同时呢 还能帮助大家 从事对那山 那水 那田的感情寄托 至于这个节日 为什么要选在秋分 那主要是因为 春种秋收 春华秋时 秋分时节啊 他硕果累累 最能体现丰收的意味 另外在秋分这个时候啊 天高气爽 泄肥菊黄 也是出门旅游的一个大好时节啊 接下来可能你还想问 这个节日怎么过呢 相关部门表示了啊 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指导委员会 然后呢 指导各地 英地制衣 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 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啊 把这个节啊 过得跟春节一样 喜庆热闹 最后当然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节放假吗 目前有关部门还没有给出答案 不过细心网友发现啊 今年这个秋分啊 包含在中秋节的假期礼 也就是说 今年这个农民丰收节 那当然肯定是放假的 还有三个月 第一个农民丰收节 就要开节了 让人很是期待 就希望那一天 能在肥沃的田野上 看到 幽幽露鸣 时野之平 我有嘉宾 古色 催生 欢迎回来 眼下正是毕业季 不少大学生找工作时啊 就发现 仅仅拿毕业证啊 竟然还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大学毕业 还得掏钱 在学新网上做一个认证 只有通过认证 这手里的毕业证 才能够使用 多少人就吐槽 这就是教育界的 证明我妈是我妈 说起来 学历认证这个初衷啊 是应对学历造假的现象 防止某些人 某些单位 被野籍大学给骗了 这初衷不错呀 但认证一下 要交钱 那你就值得上去 有人算了一笔账 在学新网上 打印书面学历认证 要交九十五块钱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有八百二十来万 如果人人都去这个认证 光认证费就将近八个亿 这还不包括 往届的毕业生呢 如果做学位认证费用更高啊 要多少啊 两百多 再加上什么快递费呀 交通费呀 打印费呀 每年高校毕业生 就光花在这上面的钱 大约得有十多亿 面对质疑 学新网就解释 说虽然网站是教育部指定的 唯一发布高等教育学历信息的平台 但属于什么呢 自主运营 收取到的费用呢 主要是用于这个网站运营的维护的成本 这运营成本究竟多少 外人恐怕不清楚 但一届毕业生收八个亿 显然远远高于你网站正常的维护成本 而且呢 一张纸质报告 一张纸九十五元 那真叫洛阳纸贵呀 更重要的是 收费认证 这事呢 本身就值得推敲 这个高校毕业证 由大学来颁发 并且也经过了这个教育部的许可 那么教育部门就应该为他们的真实性 签字背书 但到了现实当初 求职者还要证明我学历的真伪 还要向教育部门下属的一个网站 去交钱认证 这难免有利用信心垄断 创收的嫌疑 再者说 发现和打击学历造假 是你教育公安部门的责任 怎么能够让拥有真实学历的真正的毕业生 为自己莫须有的学历造假 来买单呢 经多方呼吁 前不久 学信网公开表示 说从七月一号开始 二零零二年以后的学历证书 可以在网上免费申请在线验证报告 也就是学历电子认证报告 这无疑算是一种应有权利的回归吧 我们就希望有关方面的步子 你还可以卖大一点 把二零零二年以前的学历证书 也输入到数据库 汇集到更多的毕业生 学信网认证免费 这就是某种程度的学艺之用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稀奇的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办卡套路深 处置需谨慎 如今很多人这个钱包里 总能找出那么几张会员卡 什么洗车卡 健身卡 餐饮卡 美容美发卡 教育培训卡 感觉到没办卡都没办法出门 然而呢 预付卡在带来优惠和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很多乱象 最近一家全国连锁的儿童游乐园 叫什么呢 叫优游堂 它旗下一些儿童乐园 因为关店了 导致会员卡无处可用 无法退款 这就引发了公众对预付卡的关注 人们纷纷探讨啊 说预付卡要不要办呢 该如何防范这当中的风险呢 很多人青睐预付卡 一方面呢是方便 还有呢就是可以享受到打折 但预付卡呀 是建立在商家和消费者良好信任度的基础上 对于管理部门来说 就应该加强对商家的规范和管理 尽快建立商家信用系统 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要谨慎办卡 特别是充值啊 特别要对于远远超出成本的优惠打折的力度 你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哦 我们回到标题 办卡套路生处值需寄生 要我说 这种办卡处值啊 应该得到规范和警惕 相关部门应该行动起来 别让这种提权预付的卡付卡 一直称为逃跑大王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前不久是奥林匹克日 四川成都万亩油菜田 长出了奥运五环和大灌篮的图案 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在山东济南英雄山 有一处小型的露天的健身馆 一些老人常年在这里锻炼身体 他们自制健身器材 自发地维护场地 在这 器材虽然健易 但高手云集 您瞧这老太太 四五十斤重的水泥块 一口气拉上来十来下 还有这位老大爷 八百斤的杠铃 也是轻松举起 比很多年轻小伙还厉害啊 现如今 英雄山成为当地最大的露天健身场 人们呼吸着山里的新鲜空气 享受着免费的健身器材 有人说 这些英雄山上的健身高手 都是民间的奥体英雄 厦门某职业技术学院 煮了三千斤小龙虾 请同学免费吃 学校说呀 外边的小龙虾比较贵 还不见得卫生 所以呢 学校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活动 来回馈学生 拉近师生的距离 我们来看啊 这壮观的龙虾碗大军 让人看了是口水直流啊 同学说了 之前看别的学校 请学生吃芒果 吃鱼 吃西瓜 吃琵琶 想不到一不留生 自家就成了别人家的学校 真是满满的幸福感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 一位杭州市民 在街边看到邮递员打开邮筒曲键 立马拍下照片传上网络 感慨说 希望这道美丽的绿色风景 能一直被保留 瞬间啊 这网上就掀起了一波回忆沙 有人 哎呀 想起了小时候的笔油 还有人 回忆起自己去学校 传达式啊 翻信箱的往事 大家纷纷感叹 没想到呢 油桶竟然还在 说起来啊 以前手机不流行的时候 那绿色油桶 就是人们最浓烈的情感期盼 期盼它能捎来远方亲人啊 朋友的关爱思念 先如今智能手机这么普及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越来越方便 不再写信 油桶呢 倒渐渐被人遗忘 其实啊 油桶 是需要真实的一种文化的符号 它传递着绵延数千年的文化 那就是书信文化 油文化 我国的油文化是渊源流长 自秦王嬴政 在江苏高游驻高台 建游艇就已经开始了 历代文人呢 也留下了很多 关于书信的诗词典故 什么《烽火连三月》 《家属抵万经》 还有《读下千行类开军万里书》 都表达了收到性的那种欣喜和激动 虽然现在使用油桶的人很少很少 但各地街头的油桶依然坚守岗位 你比如在杭州 依然耸立的250多个油桶 它的养护工作还在继续 尤其脱落了 即使给它填补 被贴了小广告 即使给它清理 每天上午下午 邮递员还会照常两次开油桶来取性 这些都是保护书信文化的一个办法 尽管油桶里这个性越来越少 却依旧承载着美丽的情感维系 传承着书信文化中缠绵情思 可以说现在它油桶存在的纪念意义 已经大大超过它的实用的意义 近一段时间 书信文化类的节目正在走红 某种程度上打动观众的 不仅仅是书信这种表达形式 它更是背后的一种情怀 保护油桶 也正是呵护这么一种情怀 我们就希望书信文化 就像诗写的那样 云中谁寄警书来 燕自回时 月满西楼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在网上购物 人们看不到摸不着真实的商品 那该如何选择呢 这个时候 之前消费者的一些购物评价 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那些好的评价 评价内容丰富的商品 往往更受到青睐 但记者调查就发现 有不少商品评价 悄悄变着味 成了光怪陆离的商业推广 而在这个商业推广的背后 一个被称为网络广告师的群体 浮出了水面 记者在网上搜索 发现了不少评价收购群 各种评价可以明码标价 全评三块一条 追评一块五 评价的商品呢 大多都是一些热销商品 而且呢 群主还会把评价内容 和图片编辑起来 要求你复制粘贴 我们来看看这些个评价内容 说好机器 功能强大 拍照无敌 面部解锁太好用了 秒开 拍摄的夜景 堪比大片 出去旅游 不用带沉重的单反 怎么样 看这评价 是不是又特别容易心动 要买 不明真相的顾客 分分钟可能就被说服 要下单了 至于这个产品 真的像评价说的那么帮吗 真不好说 有业内人士表示 现在这些个网络广告师 已经形成了多层代理结构 承包任务是发展下线 层层分销 群体不断的壮大 购物评价 本应该是消费者 使用商品之后的 一个真实的体验 但因为网络广告师 这个群体的存在 这些虚假的评价 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影响到正常的 网络交易秩序 损害到互联网信用体系 但遗憾的是 目前法律 并没有对买卖评价资格 做出规定 这就给网络广告师的生存 留下了灰色地带 有法律人士就表示 这些年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 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 常常落后于现实的需求 所以有必要 弥补这个法律缺口 防止评价体系异化 让网络广告师 这个畸形行业消失吧 咱们不看广告 看疗效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想要成为伟大的球员 恐怕就必须要多鬼发展 你像C罗 梅西 这些顶级球星 他都拥有 绿营场外的第二份职业 而他们比较喜欢 投资的领域呢 都是餐饮酒店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C罗 他的童年梦想 就是要拥有一家 属于自己的酒店 2016年 他终于梦想成真 他的第一间酒店 CR7 在他的故乡 马德拉岛开张 之后一年一店 这个速度 跑马圈地 依次开到了里斯本 马德里 据说呀 过两年 还要开到纽约去 虽然说是球星开的酒店 但CR7的整体风格呢 比较偏这个现代简约 球迷只能在酒店的 某些个角落 能看到C罗的影子 你比如说啊 里斯本的CR7 酒店背景墙上 刻着这个C罗的金句 说你们的爱让我强大 你们的恨 让我一往无前 还有在马德拉CR7酒店 设置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里边放着C罗的私人物品 比如运动衫 球鞋 足球和奖杯 如果你是C罗的铁粉 可以考虑花900欧 睡一睡C罗的专属套方 和偶像 来一个彻底的亲密接触 说到投资餐饮 那梅西的脑细胞啊 是赚得飞快啊 早在2016年 梅西就在巴塞罗那 创办了一间餐厅 名字叫北方美丽花园 主打的是地中海菜市 它休假期间呢 经常在自己这个餐厅吃饭 大大提高了这餐厅的曝光度啊 再加上餐厅高颜值的装修 贫义惊人的价格 又瞬间就成了当地网红 除了餐厅 梅西呢 还有自己的酒店品牌 就叫这个MIM 今年春天 它收购了两家酒店 打造成自己的酒店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啊 它收购到的其中的一家酒店 当年C罗也动过心思啊 结果呢 被梅西给抢先了 这么一番操作 也被戏称为是 梅西截湖C罗 除了酒店 这个葡萄酒庄园 也是球星们酷爱投资的领域 你像西班牙的球星 伊尼斯塔 就拥有自己的酒庄 虽然它外号叫小白 但说到酿酒啊 一点都不小白啊 人家伊尼斯塔啊 出生在西班牙的 著名的酒香 从小是闻着葡萄酒长大的 他的祖父祖母 经营着一片葡萄园 多年来呢 只能把这个葡萄 卖给当地的酒庄 后来 哎哟 孙子厉害啊 伊尼斯塔 成了这个球星 一家人呢 总算可以拥有自己的酒庄 这小一开这个酒庄啊 可不是玩票啊 人家可是踏踏实实地干 不打比赛的时候啊 就去田间地头 修剪枝条 摘这个葡萄 凡事呢 是轻力轻为 对巴萨球迷来说 去小白的老家度假 很不错 酒庄吃贺猪全包 价格很亲民 看来啊 球星干副业 那也是一次成功的月位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啊 南宁三中的一份 全英文数学试题 火了 从这个卷面上看 题干和题目 全都是英文 那学生是安好啊 说自己受到了惊吓呀 这年头英语不好 连数学题都做不成了 考数学发下来的卷子 全是英文的 这出卷的数学老师啊 说如此出题呢 就是为了让同学 体验在英语环境当中 学数学 来考察同学的心理素质 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 您瞧瞧 这老师的目的啊 很明显 最后呢 学生的表现 哎呦 想不到 令人欣慰 你像这一次参加测试的 一千多学生当中 好几十个同学 获得了满分 考试成绩效果理想啊 不仅数学老师满意 英语老师啊 也是颇感欣慰呀 一卷双考 这可谓是教育界的一个创新 引发讨论是正常的 一张英文版的数学试卷 不仅考察到同学英文的 阅读理解能力 更考出了学生数学的运算水平 这张融合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 智慧的考卷 给学生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更让人们看到 教育创新的一个突破口 方式清 效果好 让人耳目一心 以往啊 大家对英语的认识呢 更多都停留在英语的考卷上 至于英语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应用 那真是少之又少 现在呢 这一张全英文的数学试卷 就告诉我们 英语学不好 那数学就考不好哦 未来啊 还有可能物理考不好 化学考不好 历史考不好 你想要学习好啊 就必须把各科都抓在手里 提升你的综合素质 过去我们都说呀 学习的目的不是考试 考试是检验学习成果的一个手段 学习的真正目的呢 是应用 是为了以后工作生活打下基础 那到底什么是素质教育呢 没有明确的答案 这一次这么一张试卷就告诉我们 素质教育的一个方向 当然就是能学以致用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新名周刊文章标题 他把自己装进塑料娃娃里 反倒成了时尚界的宠儿 我们再看一张图 没错 这真的是一个塑料小姐 据了解啊 这个漂亮的巨型塑料娃娃早在2009年 就在伦敦时装周上啊出现 之后呢 他就开始出没在各大时尚活动场 他浑身上下都被塑料包裹 有一头金发 画着浓妆 戴着墨镜 烈焰红唇啊 总是一副摩登小姐的姿态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每次露面都全身包的情景的 脸上带着一个没有任何表情的塑料面具 发型也是塑料做的 而且呢 他还随身抱着一只冲气狗 作为他的宠物 这种播谱风格 让他看上去啊 就像是一个平面的塑料人 荒诞当中 透露出一种不真实 从第一次露面以来 他就成为大火眼中的一个谜啊 在报纸 杂志 互联网 人们都在问 这女孩到底是谁啊 但是直到现在 都没有人知道 他的真实的身份 只知道他连高跟鞋一块 大概有两米一那么高 他有自己的维基百科 有推特脸书 甚至还有官网 他每次出现呢 都会成为焦点 连明星都要争着和他合影 这种独特的造型 都让他成了时尚标杆了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他甚至啊 还成了很多品牌的代言人 把品牌植入到自己的塑料衣服上 由于太神秘 太有造型感 他走到哪儿 都能引发轰动 还有人专门模仿他的造型 看上去啊 就像是来到一个玩具厂 作为一个真人扮演的塑料布偶 他还接受过采访 说打扮成这样啊 是为了嘲讽现代社会的潮流 他看新闻啊 发现报纸上一水全是明星的花边 只要有名人就会有流量 于是他决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所谓的时髦女星的样子 来表达一种嘲讽 只要天天上新闻 塑料都能成名人 有人就说了 时尚不应该是人云亦云 而是一种有态度的特理独行 这不只要有态度 反潮流 居然就成了潮流的标杆 好 接下来看最稀奇的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高铁读诗 前不久在昆明南开往广州南的列车上 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 朗诵会的名字就叫火车在大地上奔跑 还真是应勤应景 据了解 这是昆明铁路局举办的读书活动 这个旅客不仅可以观赏到 生情必茂的诗歌朗诵 还可以参与到高铁的安全问答 以及传统知识问答 对于这样一个高铁朗诵会 有专家就说了 文化传承的关键就是人 高铁车厢明亮宁静 在这里读诗 能够让人静下心来 此外呢 让高铁乘客作为保护文化的一个主政地 不仅有了工艺的落脚点 更有了市场的盈利点 更推动国人阅读的热情 就需要像这个高铁都市一样 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推动 诗加高铁 要我说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诗与远方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在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 明天中午